罗吉逃过一劫 但他有些失落 他曾说过 文明之间最大的尊重是赶尽杀绝 三体文明用毁灭一座城市的能量来毁灭罗吉 将是对罗吉最大的尊重 但令人失望的是 对手并没有对他下手 而是去封锁太阳 逃出生天的罗吉苦笑着 看来真的是我自作多情了 我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太阳 罗吉离开山脚 他感到无比轻松 现象 这下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的活着了 因为任何的努力和奋斗都将毫无意义 质子封锁科技 水滴封锁太阳 人类变成被三体人围困的猎物 两百年后猎人降临 这个星球将被接管 不过末日还远 还有几代人的日子要过 罗吉打算让弃而苏醒 他的一生将在幸福中结束 但当罗吉回去后 发现人们看他的眼神中满是敬畏 像是看到了神 罗吉很快被无数人围在中间 然后最前排的人跪了下来 后面的人也跟着跪了下来 人群像褪去的海浪 人们虔诚地看着罗吉 口中喃喃道 我们的神 伟大的代言人 正义天使 在公众眼中 罗吉现在有两个身份 对于上帝的信仰者 罗吉是上帝的正义天使 对于无神论者 罗吉是银河系某个正义的超级文明的代言人 人类高层走到罗吉面前 恭敬了说 罗吉博士灭壁计划已经恢复 您被指定为唯一灭壁者 地球国际和三大舰队均承认灭壁宪章 承认您的灭壁者身份 您现在可以调动地球和三大舰队几乎所有的资源 罗吉知道 他能给这个世界的只剩下虚假的希望 但总好过没有希望 面壁着罗吉向全世界下令 所有城市恢复秩序 所有人回家 人们有的为救世主的将领激动地抱头痛哭 有的未曾对罗吉的侵蔑羞愧难道 唯独站在一旁的大使背着短暂的一幕 惊得目瞪口呆 众人散去后 大使仍然一脸问号 这个说自己糊涂的人才是最清醒的人 黑暗森林法则在罗吉的大脑中推演了无数遍 现在他要用语言为大使推演一遍 因为除了大使 地球上没有几个人能承受得了这个法则的冲击